自从我还小的时候 我就有机会亲身体验和见证了 我家乡的陶瓷制作过程 出国留学后 我继续探索陶瓷艺术 今天我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一个陶瓷村 与那些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相遇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阮光辉 来自越南 是成都大学中国东盟艺术学院的一名留学生 今天我跟我的小伙伴一起来到成都的同志龙瑶 好 现在跟我一起走吧 同志龙瑶修建于清朝同志年前 位于天府新居丹土村 一山市清洁用黄土泥砖起正瑶 龙瑶长约60米 宽约11米 顶高约5米 分摇头摇床和摇尾三部分 有头有尾 形状是龙佛物而得名同志龙瑶 据说该瑶史建于清同志年间 接下来我们要请到了一位制作陶石的老师傅 那么通过下面这段采访 我们可以了解到制作陶石的背后故事 好的师傅 您可以先自己介绍吗 可以 我免贵新城成熟军 我是四中人 今年54岁了 那我可以问一下 您是如何对陶瓷制作的产生兴趣吗 我做陶瓷从17岁开始学 学好中间学到原来的农村上 所谓就是移民生命 然后接下来就生起了个有尽的艺术心理 然后就好好的人就像我 我一直一直做 就是因为我一直喜欢做这个陶瓷 非常感谢您的那些珍贵的分享 我祝您在制作陶瓷工作当中 取得更多成功 好的 谢谢大家 那现在您给帮我介绍一下 制作陶瓷的流程了 据经历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制陶瓷所用的黏土取自当地独特的胡色黏土 制转老土成都家家五 做泡菜的坛子十有八九出自这里 但是由于制陶新工艺 新技术的往发运入 土法制陶逐渐萎缩 同时荣耀的手工艺 制陶师傅越来越少 中国非常具有一个吉祥意义的一句话 就叫祝福富贵平安和善 这个是非常有吉祥意义的一句话 好的 我借去祝福雨 来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的本期的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大家